为了保护家人女孩决定不再隐藏 这也是他第一次展现自己真正的实力 他要靠自己重新在百里家站稳脚跟 前是因为私生女的身份 他一直被家父所嫌弃 父亲在他16岁那年撒手人寰 连也过上了更加凄惨的人生 一个无依无靠还备受议论的孩子 他在想在这个家生存下去更是无尽的困难 还得知了姑姑就是害死父亲的凶手 最后在绝望中被杀害 再醒来已经回到了房间 旁边还坐着死而复生的霸卖 他泪流满面一直到前 怪自己没有一直待在你们身边 连看着他 那样好强的人也会为了自己 他默默地伸出手安慰着爸 我没事了爸爸您别哭了 百里一墙面路差人 这还是连第一次喊他爸爸 连看着他又想起了前世 随着他的长大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但他是这个世界唯一一个爱自己 连撑起虚弱的身体 说出了上一世没能说的话 爸爸我爱你 下一秒百里一墙紧紧地讲他拥入口中 能重来一世的感觉真是太好 希望这一世能受到大家的喜悦 第二天连在床上醒来坐着发呆 完全没听见丫鬟的叫喊 突然他声音高了几十个分贝 给发呆的连下了一听 丫鬟毫不避讳面露武器 接着就摔门而去 门外就传来了大声的议论 真是个傻子叫他那么多声都没听见 而屋内的连把一切都听入耳中 他看着简陋的房间和对自己吃之以鼻的压 这才如是重负真的回来 还以为是做梦呢 随即伸手试探了丹体 还是被粉碎了现在已经内功全无 思绪也渐渐飘远 在百里世家中 父亲则是百年一遇的天才 不仅外貌俊朗还武德一手好剑 而自己只是他带回来的女 害得父亲受到家族的议论 而他依然没有放弃我 他暗暗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改变父亲的命名 一大早就来到书房外 但迟迟不敢进去 上一世就设恐的连不知道如何与父亲交流 但为了活命还是鼓足了勇气推开门 就看见爹爹帅气的模样 小脸不由的一红然飞飞飞而去 却被路上的书卷绊倒 还好爹爹眼疾手快扶着 不然肯定要和大帝来的亲密接触 连看着一地的书和药子 顿时又捧了眼泡 原来爹爹一直在熬夜研究怎么制度 看着他的样子父亲更担心 这时连却朝他张开了双手 父亲却不明所谓 连只好无奈问我 爹爹你都不打算抱我 父亲这才一把将他抱起 这姿势一看就没有抱过 但连还是很开心 因为他从未被人拥抱 这感觉很温暖也很安心 之后就是循环的吃药睡觉吃药睡觉 感觉把所有的药都吃了个变 今天在治疗时睡着了 醒来就听见大夫说的 三公子为什么要做无孕工 物理会连的询问就摔门而去 连只好独自去院子 原来父亲并不住在这里 只是因为自己爷爷才把父亲打到这里 走着走着前面传来吵闹的声音 连在后面伸着小脑瓜看着 下人们议论着爷爷回来了的事情 爷爷是百里家的主 但是他常年不在家不是在修炼 就是在外面云有 怎么会突然回来 突然前世的记忆涌入 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让爷爷彻底的厌恶父亲和自己 连开始拼命的跟打 想要赶在父亲前阻止这件事 奈何丹田净毁身体实在太差 没跑两步就气喘吁吁 好不容易跑到地底 就听见里面传来爷爷的咆哮 给两人都下了一提 尽管如此示威也依然不能让人进去 就在联想的办法如何混进去时 身后传来了一道不悦的女声 这声音他永远也忘不过 是他的姑姑白领一类 连看着姑姑心里很胆气 不由的想起前世姑姑也是如此 只要和他对上眼就会暗门 给他打招呼要找 不打又要找 直到父亲死后才知道 他最讨厌的人竟然是父亲 姑姑还是与前世一样咄咄逼人 连连忙道歉然后问他 然后再开始剧烈地投诉 在场的人看得都惊心肉痛 这场面任谁看了都觉得是姑姑在欺负之女 姑姑的表情也明显慌张起来说 你能一个人走到这里 身体看起来没那么长 连边咳嗽边说 可我的住处一个人都没有 大家都好像肯娘的样子 我只能一个人来这里 连清楚地记得掌管内务的 就是姑姑的亲生母亲 而府中下人的懒惰怠慢 都是暗门的默许 不知不觉房间的叫喊声也停止 爷爷这样的高手 肯定也听到了外面的对话 姑姑也意识到这点顿时恼羞成怒 伸手就要朝连推举 这时爷爷的喊声响彻营销 你们都给我进来 姑姑不爽地低头看了眼 片刻后两人进入了房间 看着堂上坐着的爷爷 背脊挺直神态威脸 这感觉就像一座泰山一样威脸 接着连伸着脑袋寻找父亲 发现他竟然跪在堂下 连没想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 爷爷的声音又响起 他怒问姑姑怎么会来这里 这声音引得连浑身站立 姑姑突然搭上连的肩膀 让他给爷爷问 连知道姑姑是想把注意力 转移到自己身上 不料爷爷爷下一秒 就把他赶出了房间 大伯父想劝爷爷也没有搭 姑姑只好飞着连走 连吓得更不敢说话了 生怕自己也被赶走 这是一个男孩向他传达了友好的论文 这是大伯父的儿子宁宁 大伯父也友好的招手让他过去 连却无视了他们依然跪下 这举动大家都很差 就连爷爷都微微瞪大了双眼 因为连知道在爷爷面前跑去大伯那 迎接他的肯定是爷爷的内容 经历过前世的他知道 大伯也只是表面有事 内心的想法其实和姑姑并没有两样 突然头顶传来的剧痛 让连的身体不由的清晰 父亲也更加紧张 急切地喊 却得到了更加凶狂的训斥 这时连却促上父亲的手 试图让他平静下 爷爷开口了 你知道你父亲为什么跪在我面前 连淡淡答道 是因为我听说在我出现之前 父亲从未让你失望过 爷爷见连如此有自知之明 便直接让下人端出 那枚父亲苦苦哀求 为自己治病的防魂丹 咸眼包明明本想展示下 自己的知识处理 却被连一口拒绝 我知道这是七死回生的意 咸眼包在一旁尴尬的不幸 你竟然知道 连朝他回了的危险 这个要听名字也知道 爷爷接着一脸严肃地说 既然你知道这样的罪 就该知道这是千金篮球的明明 你觉得你什么 但你的父亲竟然要我拿去救你 此时的连一点也不畏惧 他抬头看着爷爷的眼睛 我值得但是我现在病不血 前世的他最终还是吃下了这枚 但这个要只能让他变成一个健庇肺 他依然要靠父亲的保护双子 他继续问着爷爷爷 这个要能修好我的单体呢 在场的人都震惊 他们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连接着说 我得的病是什么会死的 在我心里只要能和父亲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 爷爷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还挺孝顺的 父亲朝连露出了一个微信 又决然地看向爷爷 身为父亲只要还有一丝希望 都不得同情 连感觉大受震撼 没想到父亲还不放弃 他已经准备好接受爷爷的咆哮 没想到却让他们起 连立刻朝父亲发出回去的眼神 但就在起来石头又开始发晕 嘴角也不自觉地渗出血 最后在父亲的叫喊声中失去了意识 在梦中他记起了和父亲相遇的场景 那是瘦弱的自己有幸遇上父亲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格格不入的街头 再次醒来已是晚上 连大口地喘着粗气 迎上的是父亲慌张地问候 门口却传来了爷爷严肃的声音 连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爷爷的住所 这时爷爷的得力部下也端着要走进来 什么时候自己竟然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他端着手里的药有些不知所思 父亲还在一旁说着爷爷叫来了石太医 连一愣虽然前世也见过太医 但不是这个时间 爷爷还让他在这里治疗三天时间 连心中暗息好像因为这个疑问 父亲与爷爷的关系更近一步 爷爷走后一旁的父亲却一脸沉重地看着 你为什么一直藏 连有些慌张地看着父亲 自己藏着的事情太多了 不知道他说的是你 我指的是欺负你 连这才恍然当时在外面说懂 父亲肯定也听到 他连忙安抚父亲自己的事 但父亲还是很担心 他害怕自己不在的时候再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连心里清楚 就算父亲再怎么干预 在爷爷没认可他之前 下人们都是无法真正认可自己 但他不怪爷爷 他是对父亲太过看重才会对他的存在如此在 这句话给父亲和在外偷听的爷爷都是一惊 在不知道爷爷在外的情况下 还会深晦涩地演绎着爷爷的内心事迹 给一旁的副官兜乐地忍不住发暖 他觉得只要努力一定会得到爷爷的任务 因为经历过前世的连知道 在父亲的葬礼上 只有爷爷爷才是真正的悲伤 其他人都不过是虚心假意 就凭这一点 他就知道爷爷对父亲是真的狠狠 他一定会让事情有转机 从爷爷府中回到住处的 被窗外滴答的雨声吵醒 才发现丫鬟连窗户都没关 桌子上已满是积水 现在的待遇已在爷爷府中简直天差地 刚准备再睡一会 却被窗外的喧哗声吵醒 丫鬟在外面抱怨自己因为小姐被打 觉得都是你的错 害他被打 骂骂咧咧地走过去 在你以为终于可以睡下时 瞎了个回满车 完全不顾还在睡觉的主 大喊大叫地冲进 第一时间就把脚踩到了床上 让你看他脚上的声 嘴里还说着都是你害的 你本想不予计较让他倒个水就走 谁知丫鬟却说你那么大了 应该可以自己倒水 这种事情就不要麻烦别人 你不懈地看着他本想回答 外面却传来了高总管来的消息 他是百里家财政的管理人 送来了许多宝贝 据说都是爷爷外出由历史给你买 你心里清楚这是爷爷对外承认你的生意 也是对父亲的和解 没想到父亲却一口围剧 总管黑黑一笑 真的吗公子 你看这些都是很珍惜的样子 对恢复气血很有帮助 果然父亲没有抵挡住用 最终还是全部收起 这时高总管竟然拿出父亲 求了许久的保护单 说到可以随意识 本以为父亲会催促马上吃点 但他什么也没说 突然外面响起了喧哗声 又是这个鸭子 他看中了爷爷送的一个玉佩 想要聚如鸡 前世的他就是这样经常拿走父亲送的 还对外宣称你不行 这事竟还是如此 这时他突然回头问你能不能送 在你说了不行之后 还自顾自地说就是他的 你转身就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父亲 他听到后明显问你 丫鬟也瞬间变了名字 他说因为我挨打的想要玉佩作为 可是这些都是爷爷送的 不知道能不能转身给夏 丫鬟吓得连忙反对 可你却说这是他亲口说的 突然周围弥漫着可怕的气息 父亲挡在你身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你 这是你对主人说话的态度 丫鬟吓得连忙跪地求了 他在公子的眼中看到了沙眼 这让他更加不感动的 父亲缓了很久才叹了武器 你身为丫鬟如此放肆 今天就在这贵道太阳下山为止 说完就把你抱起气势汹汹地走 惩罚丫鬟后将你带回住处 就在房间里来回躲过 固然转身他平时也是这种态度的 又捂住脸说算了 随后又告诉你 不用为这件事感到难 都是他们的错才会受到惩罚跟你没关系 我保证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则生的 你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纠结难过的眼睛 他一定觉得这段时间疏忽了你的处境 看着父亲在意你的样子 相信以后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时父亲的手下来询问爷爷送的礼物放到哪里 父亲本来交代药材放在自己住处 其他的放到你的住处 下一秒又改变了想法 他抓着你的手似乎在做什么重大的决定 但一刻钟过去了他却什么都没说 你有些忐忑地看着父亲猜测他到底想说什么 他终于开口了问的确实要不要过来一起 说完又觉得自己这样问是不是太疼的 然后开始解释原因他开始大断大断地说 你震惊地看着父亲还是第一次听他说那么多 甚至还没说完 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我们一起住 住得近也方便照顾你 毕竟你身体不必 你敢忙答应了他 不然他可能会说到晚上 父亲却顿着 他的话都还没说完没想到你就答应你 下一秒就将你抱入怀中不断地说着谢谢 这一刻你感觉你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父亲开心地吩咐下人给你准备房间 你感慨要是能一直那么快乐做好 与此同时隔壁的姑姑就不怎么快乐 因为下午父亲擅自教训了丫头 姑姑觉得打了奶奶的脸抱套如蕾 但将还是老的辣香比下奶奶就淡定了 姑姑依然愤怒地说 父亲最近对脸很上心 这样下去他怕是当不上百里家的主 奶奶却让姑姑把她的孩子带来白礼服 她看着手中的茶杯 有他们两个在那个小废物很快就会失去主 本是四处剪破烂为生的小女孩 一朝变成团宠小公主 女儿奴父亲更是抱着不撒手 莲依偎在父亲的怀里享受着久迷的父爱 父亲顿时害羞地红了脸 此时不远处传来喧哗声 莲四处查看发现是对恋场上传来的 但这场景让莲非常震惊 为何表哥们会在这时候出现 他们指着一旁陪练小童想要与他们美视 小苏和小百是姑姑的孩子 他与苏家联姻生出双胞胎 想要把他们培养成两家继承年 莲看着他们有些害怕 上一世无人依靠时走过双胞胎期 父亲看出莲的紧张轻拍着安慰 莲看向父亲询问哥哥们努力直如 父亲叹气他们虽然看起来济水 但是基本功夫不扎实 他们现在这样对恋完全没有做 父亲突然疑惑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表哥 莲只能支支吾吾的解释 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来的 还好父亲亲意就相信你 看到双胞胎表哥莲就有些头疼 以后还是能不遇见就不遇见了 所以之后的几天莲都待在房间里绣花 看到父亲来了 马上把绣花给他看 父亲很捧场的说真好看是云吗 不是爸爸这是离花 父亲尴尬的转眼半天 你要是太无聊就跟我学习认字 是爸爸亲自来教我 父亲激动的抓住莲试的你会认识的字 莲尴尬这都是十几年前学过的早都忘记 只能支支吾吾吾的说没怎么学 父亲微笑地抚摸着莲的头 没事我们可以慢慢学 不一会儿父亲就摆好了整套文具 莲颤抖地握着笔父亲在一旁直里 看到莲写字歪歪扭扭的样子忍着不笑 莲尴尬心想爸爸不如笑出来 父亲一边忍笑一边透明 却没想到莲竟然写了自己的名字 莲非常欣喜 没想到那么难看父亲都能认识 下一秒忍笑着父亲眼里挂了内饰 看着莲说到没想到一直没在身边照顾 竟然还能记住父亲的名字 莲顿时手足无措 没想到父亲竟然哭 只能站起摸摸他的头 我以后还会经常写的比这次更好 父亲感动地抱住莲 但说出的话却是 小孩子不能站在椅子上太危险 莲盲把莲从椅子上抱下 这时侍女敲门进来说到家族请他去用餐 抬头却下了一天 看到父亲这明显是哭过的眼睛 莲盲手足无措地溜走 莲瞬间知道了侍女为什么惊讶 自己刚刚看到父亲哭也下了一天 但是爷爷为什么也会邀请我去用餐 莲和父亲来到餐厅 就看到对面坐着的姑姑和双胞胎表哥 几十分钟过去没人说话 场面十分尴尬 这时爷爷的副官还来叫走父亲 莲只能乖巧地目送父亲离开 父亲刚走双胞胎表哥就凑到莲身后 说着尖酸刻薄的话 听说你是废物是真的吗 你丹田被吼 莲想到自己已经刻意地闭嘴 但他们还是和前世一样讨厌 甚至莲说的第一句话都是一样的 但这次莲丝毫不高 微笑着看着他们你们刚刚说的话 我都会告诉自己 听到这句话的姑姑坐不住 猛地站起来 指责连是个指不高中的家 莲外头看向姑姑 我只是听父亲了 有什么不对吗 姑姑继续质问 你以为这样就能安让无恙吗 你爸爸能一直待在家里到什么时候 莲淡然地摸了摸头 回答道不知道 如果姑姑想知道 我等一下帮你问下吧 姑姑还想说话 却被赶来的大伯制止 三人看到大伯一家都欣喜地打招 谁知大伯转身大声地训斥 你怎么能和你姑姑那样说话 莲摆出一副果然如此的等情 表哥明明出来解围 父亲连还想明不要怪罪他 随后上前微笑地朝连打招呼 还介绍了他的妹妹莲莲 但莲莲并没有和连打招呼 而是躲到冥冥身后 连看着他们在一起的画面很羡慕 感觉他们才是一家人 自己是隔绝在外 只能默默祈祷父亲快些回来 终于到了开饭时间 连看着满桌子每位留下口水 父亲也不断往他碗里加菜 很快父亲的爱就堆成了小山 在大家沉默的干饭时 爷爷突然说 明明你最近在学写字 大伯听后明显问了 连大口吃着一直保持满盘的菜 看着他 爷爷把双胞胎和莉莉也问了 连正疑惑爷爷要说什么 没想到下一秒自己就被点了 怎么连我也问了 爷爷又转头问向父亲 听说你最近在教练练子 父亲也疑惑地看着爷爷回答是 全问了一遍爷爷才开口 有个齐老师最近要来这 连突然想起这个老师前世也有出息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 不想卷入纷争才来到这里拍摄学堂 他的名声引来了很多学生 未来的文官很多都出自这里 是个很好的连号 爷爷想让孩子们去那里学习 前世爷爷并没有询问连的意见 百里世家一直以来都是以武功为主 其他的六亿都只需要略知一点 希望自己这是能有机会去那里上课 七岁小女孩第一次参加家庭会议 却引得爷爷大发雷霆 但连并不想放弃那么好的学习机会 爷爷又转头看着双胞胎表演 那你也不是一天时间在练剑 每天学习几个小时不是很宽裕 双胞胎并不想去学堂 一口同声到自己都是练剑一整天的 这种话一听就是慌 姑姑也意识到爷爷生气了立马出来解释 孩子们学习都很认真的 百里公都已经练到三阶段了 听后双胞胎立刻站起来 骄傲地接受大伙的夸解 但连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厉害 百里公前五阶段都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砍砍树劈劈劈劈 只有越后面才是越能 爷爷是百里家唯一一位时段者 而父亲更是年纪轻轻就马上要久了 姑姑一度以为自己的孩子能超过父亲 但他的梦想前世一直都没成真 爷爷见他们不想去也就转头问明明表哥 明明笑得一脸灿烂 表示自己是很想去 随后又说双胞胎都专注于乳彭 自己身为哥哥也不能松懈 还是要专注他们 爷爷已经非常生气了 但是还是耐着性子温利 他一脸迷忙地看着爷爷 无视了大伯求求的掩饰 天真的回答为什么我要去 老师不能直接来家里 连震惊这就是百里家孙女的气魄 大伯小心地看着爷爷的气 只能自己先大声地训斥你 莉莉被大伯吓了一跳 呼唧唧地跑到哥哥围 爷爷突然愤怒大喊 算了那就大家都不要去 连大金怎么能就那么算了 丹田被毁了本想还可以好好学习 这时父亲突然叫了爷爷 你还没有问连的意见 这句话给大家都整体会了 气氛短暂地沉默了 姑姑率先开口父亲那么生气的情形 爷爷还是没好气地大声询问了连的意见 连没回答而是说不知道爷爷为什么会生气 双胞胎并不是不想去学堂 而是去鬼 这句话给爷爷都挺猛烈 姑姑更是质问连是什么意思 连假扒着大眼睛疑惑地看向姑姑 两个哥哥不是要去闭关了吗 瞬间场面更加混乱 大家都充满 连接着说爷爷在达到第三阶段都进行闭关了 父亲也去过那两位哥哥当然也是要去的 真是羡慕哥哥那么有能力 不像我毁了丹田都修炼不了 双胞胎站起来想说什么 看到父亲阴森的眼神 硬生生把话都憋了回去 父亲摸了摸连的头解释当时哪一生病 他只闭关了两天就出来 爷爷听到这番话动心了 毕竟百里世家是以武功为主 他决定让双胞胎去闭关 姑姑却着急了他舍不得让两个儿子去受估 爷爷反驳我那么大年纪还不是爷爷过来 这个年纪能到达三阶段已经足够优秀 身为母亲应该为他们酌喜 姑姑也被说得有些动物 毕竟他十二岁才到达了第三阶段 相比于一直都是天才的父亲 心里非常平民 如果双胞胎能超越他就太好了 但是双胞胎不愿意受估 立刻要求上学堂 连知道以爷爷的性格说一不二 要么让所有孩子都去上学 要么都不去 连堵了一把成功地把胖手山芋扔给 闲着甚至悠哉悠哉地享用美食 吃到好吃的还夹起一颗给父亲尝尝 爷爷看着一边笑容灿烂的父女脸 和另一边混乱的场景 心里非常的不爽 感觉没人注意自己 故意找查连现在怎么那么省 你每天都不给他吃饭了吗 连吃着嘴里的丸子吓得都吐出来 父亲轻拍着连的被淡定的味道 看来今天的菜很符合他的味道 连也附和着说爷爷请你尝尝 没想到爷爷竟然直接叫连拿去给他品尝 于是连挑了一些好吃的东西端过去 爷爷立刻红着连嘴里说着 谁让你拿闷的 抢过盘子开始吃也是自己的尴尬 不过嘴里还是说着味道一般 爷爷还让连快回去休息 连大金怎么突然就要回去 不得其解爷爷怎么会送那么多礼 随即就想明白 爷爷虽然生气 但还是会把大家都送去学堂 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好 光是能去学堂都是很开心的事情 爷爷还嘱咐了老师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应该要找个机会报答一下 于是决定绣花送给爷爷爷 但现实却是绣得自己都认不出来是什么 还好之前放弃绣名字 不然爷爷一定会以为这是诅咒 本想偷摸送去爷爷爷房间 不料却被当场抓包 原本计划偷偷放好东西就离开 却突然被爷爷的声音吓了一听 本能地向后看去 不料重心不稳撞到了床檐导致炫烟 还好及时被爷爷接住才没有导致 爷爷紧张地大声质问连他有那么可疑 连发抖地说还以为是见到不 爷爷怎么像个小偷一样偷偷进来 随后又觉得这样说不对 巨公真诚地道歉 爷爷觉得他这一系列操作有些难以捉摸 最终还是轻咳一声假装刚刚没发生 随即疑惑地问连是否在找东西 连害羞地红了连本想偷偷地没想到被抓包 犹豫了一会儿才从包里拿出手帕地给 手帕上还附有一张弯弯扭扭的感谢信 爷爷竟然还怀疑这是别人带为袖子 连有些伤心指着手帕上的图案 警示这是兔子 但突然间停下了尽管袖出的图案像兔子 实际上却是花朵和谷底 只能预盖迷章地问爷爷爷兔子可不 见爷爷爷没反应就想告辞 然而爷爷却意外地留住人 并提出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双胞胎表格是否能达到第三阶段 连大惊爷爷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但也诚实地回答 爷爷知道连是个聪明的孩儿 这么做也都是为了帮他 连惊讶爷爷竟然都猜到 连知道爷爷想让大家都去学讨 所以才故意那样说的 然而爷爷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责备 反而表达了对连的担忧 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环境 使他容易受到欺负 父亲也不能总是插手小孩子的 但事实上连已经受到了双胞胎的欺负 连把聚餐前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 这残酷的现实让爷爷感到愤怒和无奈 没想到他们能说出那么伤人的话 同时还愤怒女孩的是 连为什么不告诉她的父亲 连解释这是小孩之间的较量 只要在自己身体好或学习健康 就不会再受到伤了 他想变得强大就像爷爷和父亲 这个提议让爷爷感到震惊 甚至在连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可爷爷聊完天后连就睡着了 父亲赶来看到这场景都吓了一天 还以为是爷爷强制把连带到这里 爷爷看向连这孩子很聪明懂事 随后从怀里拿出手帕 竟然给武术大师送手帕 不过手还挺巧的这兔子秀得很可怜 父亲不解的看着手帕 这不是花和蝴蝶吗 却遭到傲娇爷爷的大声训斥 这就是兔子 这是连用来感谢我送他去学堂 说完后爷爷又有些落导 送去学堂的五个孩子 只有他是真心的感谢我 父亲只是淡淡说了 据连没事就好 这反应太过平淡让爷爷很顾目 别的人都会拼命展示自家孩子 只有这个儿子脑子没开窍什么都看到 也难怪连都市自己表现自己 感觉到自己的表情逐渐有些变态 爷爷尴尬地转移话题 我们武术世家的女孩子怎么能天天自询 应该要多学习健康才对 爷爷想到吃饭时问连关于父亲的事 他虽然困得迷迷呼呼 但是心里都清楚了 知道是母亲抛下了他也没有能力 夜深了父亲抱着还在熟睡的连和爷爷道 时间很快就到了上学堂的时间 但因为爷爷和父亲担心他的身体 只允许每天只听一节课 连上完课准备回去的路上就看了 双胞胎表哥带着一群同学在掏鸟 鸟妈妈为了保护又在拖腾着鱼点的胶质 连本想就这样回去 走到门口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连扯下一边的发呆 将他交给侍从想让他去和助教室 能不能早点让学生们进教室 连则躲在后面伸着小脑袋探亲 片刻后助教就来院子里把孩子们都喊回去 连来到树下看到受伤的小鸟 小心地用手帕将它拖起 本想让侍从将小鸟送回鸟了 却被突然出现的男孩制止 小鸟的翅膀折断了 就算送回去也会被抛弃 连看向小鸟发现它的翅膀果然受伤了 连瞬间有些触景生情 受伤的小鸟即使回去也会被放弃 小男孩注意到连有些不开心 于是转移了话题 是你让孩子们早点进去教室的吗 他很疑惑为什么不直接叫他们住手 连想到两个凡人的双胞胎表哥就厌死 他们怎么可能会听 但是家丑不可外言 因为他们两个太争强好胜 如果阻拦他们会更过分 谁料这个回答却引得男孩跑出大笑 此时的连还不知道男孩的隐情身份 面对他的嘲笑只想尽快离开 但男孩却乐此不疲地在身后拼命地刀断 是从询问连我们走了小鸟怎么办 连很难过他知道这只小鸟的命运 就像自己一样就算回去也会被妈妈嫌弃 带回百里家说不定也会被双胞胎表哥弄死 这时男孩却说可以为小鸟治疗 他介绍自己叫小时是石开一的远方柔情 连跟着他走去房间 看着庭院奢华的装饰 感慨看来当医生也是个赚钱的旨意 而且满庭院都种满了粉丝牡丹 百里家的牡丹都只是白色 小时笑着夸百里家的梨花园也很美 如果连喜欢可以摘几朵带回去 对于男孩的过分热情连也记得不错 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好 不然连看向远处询问男孩父亲是不是 却被男孩微笑着否定 连走近发现离得太远还是看不清 只能放弃认为是自己看错 男孩一路说着话在前面待遇 连不清楚男孩为什么说父亲不在这里 他们明明都是一起来到这里 片刻后小鸟的翅膀被缠上了纱布包扎好 不过现在就算治好了也不能再放弃回去 连只好拜托男孩帮忙照顾 现在的他连照顾自己都费劲 有什么理由保护小鸟 随即男孩又开始彭腹大笑 他早已知道连在家中的处境 却还明知顾问 不过这样也好 既然他都知道 以后就不需要假装的那么累 希望他们明白之后不要再逃 谁知男孩突然微笑地凑近 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连坐着马车回家的路上 抱着小时送的牡丹花 没想到他还特意找了个精灵的鸟子 通过今天的相处感觉他并不怀 就是有时候说话有些讨厌 不过连已经想好这几朵花的去除 要放一朵在父亲的书房 再在自己的房间放一朵 身下一朵就做成香囊 送给爷爷他肯定又要口是心非的嫌弃 很快马车就行驶到了家门口 但门前却占了个手拿到的黑衣 刚下马车就看到父亲的好友 南宫世家少家主被拦在门外 可一旁的门卫压根不想他插手 侍卫认出了男人身份 想说出口却被南宫婉的传言打断 你别多嘴 反而考验起好友女儿说明自己有情体 但门卫就是不让进 见一旁侍卫郁闷 连知道南宫婉不想让人知道他身份 于是接过对方的情体 虽没血收信 但确实是父亲的笔迹和印章 小孩姐般的让他请进 惹得男人突然想笑 可门卫丝毫不给连个面子 依然守着门不让进 见此就知道其中必有猫 少爷外出了 所以也不让他们去少爷住住 看来父亲果真去了十太医家 但男孩为什么要骗他 是为急忙提出他去找少人 而男人也趁机让女孩先回去 自己可以在这里等 陪你一起 父亲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 百无聊赖的南宫婉 一货连拿着的盒子是什么 点打开话匣子 说了今天的事情 还分享了没朵花的打算 可爱模样片的南宫婉 也想生个女孩 但滔滔不绝的女孩 却想起了南宫婉的目 她是为了父亲的生辰而来 对方特意带的礼物 却被父亲拒绝 说二人爆发了剧烈争执 说不定父亲就是因此而死 想到这 他红着脸卖蒙叔叔 您是我父亲的朋友对吗 既然您来了就是缘分 您会给我父亲送礼物的 因为太过在意 尴尬的画风都崩了 怎料南宫婉 却发出震耳欲人的大笑声 看着笑出诸教的奶 连不知损错 说错了什么吗 活了这么久 没想到我会在百里世家大门前 遇见强盗 瞬间让连羞愧到冒烟 怎料南宫婉 到来了逗小姑娘的兴致 如果我送她礼物的话 那你为我做什么呢 不如也给我做个相容吧 连不好意思的推托 但男人却执意要求 逃不过的连只能 过罐子破摔 那父亲拒绝了 你也不能生气 得到承诺的他这才答应 南宫婉 看你还可爱的模样 忍不住想拨摸头 却被一声不懈打 是说不舒服吗 看来是装病的 听到身后传来的嘲笑 连眼中一片冰了 在南宫婉面前找事 看来是不知道南宫家的力 还是说他们没认出对方 却看上了连怀着的盒子 二话不说就要打开看看 得知只是花 两人依旧不依不饶 给我一堵 我觉得可以送给莉莉 刚好莉莉生病没去学习 你该不会连躲花都舍不得吧 表哥明明也跟着在后面说 连肯定听懂了我们的意思 莉莉不是你的妹妹 有好东西就应该分解 被三人逼破 连只能让出自己的命 双胞胎却故意没接住 将花掉到地上 还倒打一瓶 怪莉为什么没有拿我 一旁的南宫婉 看得密集飙升 就在她即将抱走 做几个熊孩子时 连趴着一身关上盒子 连同盒子一起 第三人 不是说要给利利吗 只要盖好盒子 就算掉了花 也不会被采烂 知道莉花蕾还暗含讽刺 让双胞胎羞红了脸 色力内蕾 接下盒子就走了 这些都被南宫婉看得眼里 简直和她父亲一样 等几人一走 南宫婉实在不懂 为何女孩要拦着她 您不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您身份吗 男人一惊没想到 莲竟然知道 可为什么她朋友的宝贝女儿 竟如此坦然面对这样的队 那真实情况 应该比我听到的传闻更过分了 实在忍不住 立刻就亮明了身份 这速度让莲都叹为观止 谁知进门后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 已经是第二层了 还没进门 就听到里面激烈的争吵 可为了消除爹爹的死亡因素 莲立刻赶进来阻止 请父亲不要过分 责备南宫叔叔 说完房内安静了几秒钟 南宫婉却憋笑到内伤 惹得脸顶着大红脸 要求两名爹吵架 直到爹爹突然将她抱着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对不起 是我不好让你看笑 虽已经将门卫处罚了 但南宫婉依然不满足 连看出两人还是有一见不回 脸也不在装饰 父亲您不觉得奇怪吗 门卫明知最后不受到负 为什么坚持这么做 偏偏父亲是个善良又温柔的性格 丝毫不会关心宅内的勾心斗角 可怜十分清楚 爹爹在五名中的声望 身边的朋友都不是凡夫数字 是大伯和姑姑争强认识的对象 他们肯定很快会以道歉为借口 邀请南宫叔叔一起用餐 敏锐洞察力让男人玩味一笑 看来你这个小女孩不像看着那么傻 女儿被说傻气的爹爹 黑了脸 傍晚年睡着 南宫婉这才拿出万神医的脚牌 有了这 他一定会治好你女儿 但此人行踪不定需要我们前去追 而另一边 双胞胎刚进房间就把花给扔了 还一直躲 曹莲是个废物 还那么爱你 此时明明却疑惑不安 想起刚刚那个黑衣人不知是谁 听此 双胞胎没丝毫担心 只觉得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人 两表弟无知的模样 让白礼明一阵头疼 毕竟总是他在给两人擦屁 便提醒他们说话做事要注意分寸 双胞胎却完全没当回事 气得明明在一旁默念忍者大 一方面也觉得自己想太多了 乃至傍晚父亲就邀请了两人 男人虽可惜前五名盟主没来 但能结识他儿子也不错 还暗自不满地 有那么好的人脉 却只是想读想 幸好他提前买听了门位 为了体现自己的诚意 他特意说明已经将门位都挡回去了 并让他们永生不得踏入百里境 父亲结合事情 还有刚刚女儿说的话 两人对视一眼 明白了其中猫腻 不等两人做出回应 姑姑便来了 依旧是茶言茶语 说着儿子们养慕大侠已久 刻意缠着要来问候一番 大伯也趁机介绍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没认出 这就是刚刚的非一男人 纷纷装的董事问候 男公晚见到是刚刚欺负莲的几个孩子 立马气得脸色挺轻 看不懂眼色的姑姑 还在旁边强行搭话 听说你有个儿子也是个神童 有机会能和孩子们交个朋友 男公晚丝毫不给面子 我的孩子只跟实力差不多的孩子玩 虽尴尬儿子们被贬低 但他又气又急 极力推销双胞胎 他们马上练到百里神功第三件 盯着两个心虚紧张的小家伙 他嘲讽地吐出一个歌 气氛瞬间尴尬到破脚趾 就连一旁的好友都被惊到 大伯急忙打起连场 一边拍着男公晚满屁 一边说着孩子们真心练剑 如果您能给孩子们提些建议 应该会对他们有很大帮助 明明也配合父亲的话请求指点 他沉默半生 终究让好友先离开 父亲也意识到男公晚是故意支开他的 可就连大哥也帮指让他先离 他只得不得已答应 看着停台中的一行人 心中担忧 不会有事吧 而男公晚从小就算众人拉拢的对象 受到的奇珍一宝更是不死 那些人无非是看中男公世家的背景 不客气的撕开脸皮让大伯飞了你 可这还没完 你就是莉莉 我问你一件事 你收到花了吗 这一问题让三人顿时光了神 也反应过来了这个人是谁 明明急忙暗示他收到了吗 真的很漂亮是吧 莉莉懵懂 顺着哥哥的话说 那你收到的花是什么颜色 而只见过家中白色牡丹的莉莉 自然回答的白色 谁知男公晚却哈哈哈哈大笑 一听便知 花梅送到女孩手上 又突然变了你 羞辱般的夸白李家的长孙 是个明事里出色的孩子 比起吃饭 您还是先管好家中事物 要是让大家看到白李世家这非样子 只会毁了白李世家主人的名字不声 随即又看向双胞胎 别一朵花都拿不住的神 还想拿得起见 一顿叔叔把双胞胎直接骂哭 姑姑也气急败坏无语 这人是疯了吗 当事情传遍白李世家 是为愧疚他不在的期间 小姐就被双胞胎欺负 女孩虽然肝大 但是很佩服 男公晚叔叔行动力 竟然如此恐怖如斯 却意外看到桌上熟悉的花盒 这个不是被双胞胎讲去了吗 一过打开便看到红色吗 这一定是爹爹送来的 果然打听得知爹爹 昨晚去了师太医家 小脸瞬间绽放光芒 他紧紧抱着花盒 迫不及待想见爹爹 本来是特意来打谢父亲 却碰到了一些不道的 男孩声称是连的朋友 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连的住所 还自顾自得喝起茶来 气得女孩撅起小嘴 你怎么突然来这里 男孩却答非所问 听说你要去南宫世家了 明显是父亲告知他 突然又话风一转 明天时太医回来给你看病 因此你得赶快喝药了 不想喝药的连生无可恋 只能一边回答一边乖乖喝完 但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这事 连依旧看不懂男孩的想法 并不想与他过多的接触 谁知男孩突然笑起来 当然是因为想你 不可以过来看看你 这话说出连当场愣住 男孩又表现出一脸伤心 表示还是第一次交到旁边 连听后更是冷汗狂飙 这小子怎么回事 他们什么时候变这么清静了 男孩还特意给连带了一盆牡丹当作礼物 昨天听说百里少爷摘走了三朵 才是与你有关 特意带了幼苗来给你观赏 丝丝满衣爬上心肩 可他不懂男孩为何对他这么好 之后要出去一段事件 双胞胎也不会放过小龙 想到这不由的难过起来 这哀伤的表情让男孩心疼不明 男孩误以为连不喜欢 被误解的连立马表示行 叹怜神情沮丧 男孩思考着刚刚看到的他应该喜欢 随即笑容灿烂 我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而另一边正经危坐的爷爷 底下结结实实跪了一圈人 没想到姑姑恶人告状 说着男公网无理又放肆 天由加速控诉他气如两个儿子 心里闻青的老爷子故意询问 为什么男公网会这样做呢 姑姑却装作不知道 继续说着孩子听到那种话都伤心 暗中却在盘测 当时现场只有哥哥和男公网 而他们的都是母亲的人 只要咬死时 他们二人再说谎就行 可计划赶不上变谎 老爷子毫不留情询问 那母丹的事是什么情况 听此就知老爷子知晓的一切 但姑姑拒不承认 还说是连姻要的 他儿子也只是和那丫头 开个小玩笑而已 男公网一个外人 凭什么插手白礼家的事 气得老爷子差点心的 不知分寸不知羞耻的人 到底是谁 生气的老爷子 给了姑姑三个选择 要么你滚出家门 要么将双胞胎分子 或者三人全部滚蛋 就在这事管家汇报连来 一进门就看到大家仇视的眼神 连乖巧的行李打招呼 正在气头上的爷爷怒斥 他把外人带来 缠着要来的某人死时万分干 连介绍着男孩是他的好朋友 还搬起了盆栽想给爷爷看 谁料小小的盆栽 对连来说还是太沉重 还好旁边的明明扶了一把 才没摔倒 而这一举动 也引来的姑姑的仇视 百里明日在做什么 吓得哥哥脸都轻了 连也看准时机 搜一下窜到男孩身后躲藏 为了保护爹爹 女孩决定不再装赏 在姑姑的眼神威胁下 连立刻躲到哥哥的身后 摆明一副被姑姑吓坏的模样 明明也看向前方正经危坐的老爷子 见对方明显被姑姑的威胁期的快发飙 他伸手将连护住 现在保护练绑才是正确的选择 而这也是女孩的计谋 姑姑看到这场面简直要疯了 竟敢当着我的面帮那个臭丫头 姑姑还在前面骂骂咧咧 生怕女人激动说出不该说的话 大伯直接点了她的睡学 现在重要的是稳住老爷子 之后再花时间哄好妹妹更简单 双胞胎连忙哭唧唧的围着女情 看儿子诚恳道歉 这才准备放过姑 老爷子无奈不再追究 可怜知道爷爷就是嘴硬心的 如果就这样算了 现在看似姑姑一家被赶死 可过几年他们肯定会回来 那这种惩罚简直无伤大意 于是上前拿出盆栽说自己没事 因祸得福还多得了一盆牡丹 而明明哥本就跟双胞胎关系很好 所以更不好意思去阻止他们 希望爷爷不要因此生明明哥哥的气 听得百里明心中感动又复杂 毕竟明年花还能重开一番话际 体现了自己大的 又帮堂哥求了情 虽老爷子依旧凶巴巴 但他目的还是达到了 老爷子就是这样嘴硬心软的性格 乖乖跪在爹爹旁边 任由爷爷发泄心中的怒 明明在爷爷的惩罚下都被打熟了 连跟男孩前来探望明明 还带来了太一开的特效药 此时的明明比七手上的疼痛 心里更加的不爽 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受到惩罚 还要被禁足干凌 而双胞胎却一点事情都没有 而坏事都是他们两个干凌 连也适时地送上自己的关心 双胞胎目睹着两名亲密的样子 忍不住上前抓住了明明的袖子质问 面对他们的争吵 连也只是默默为观 这场口气只是刚刚开始 对柴病样子首次废话 就给了双胞胎一个下满威 所以才乖乖把花给他们 连面无表情地回头看向他们 随即嘴角翘起一母微笑 一阵特殊的声音只传进双胞胎耳中 没错我早就知道那是男公少家主 男孩也黑着脸 为女孩关上房门 就在门要关闭的场 连回头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那又怎样呢 我让你们把花采烂了呢 双胞胎瞬间是化 刚离开院子就被男孩抓住了 你这身体是怎么残阴的 被男孩拆穿 他也没有慌张 主打一个字装饰 男孩发现连根本没有一点内力 正当他疑惑时 连的鼻血缓缓流下 一切有了答案 难道你使用了先天之气 那是人生来就有的缘起 前世他为了习武国篮群书 终于在一本禁书上学到 像使用内力一样运用先天之气 而聪明的男孩却知道 这就是他使用传音后的副作用 还知道先天之气被用紧 随之而来生命也将会扑紧 对方的敏锐让脸有些耽搭 试图推开男孩的手 只要你不乱动 我就不再追问 连只能乖乖被男孩捧着脸擦拭 没想到男孩小小年纪 竟洞察人心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是想利用白李明 离间你姑姑和大伯的关系 听此连瞬间紧提起来 谁知男孩却一脸坏笑 别这样看我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请求 我就会帮你保守秘密 连不紧地看着男孩 哪怕去了南宫试驾看病 你也要经常写信给我好 病若废材的女孩 终于要决心武力了 在看姑姑是如何离开家之前 就被父亲告知要即刻前往南宫家 竟是敌对堂哥前来送行 他的样子看起来十分憔悴 可见最近姑姑一家 没少折磨大伯他们 看来离间计初步有了成效 明明四处张望着 发现想找人 于是叮嘱连要好好照顾自己 连没想到明明还会来送自己 原来是为了带话表达 他对南宫儿滔滔的歉意 连听的头都大 要是能像南宫叔叔一样逃跑就好 谁知下一秒 明明就递来了大伯给带话谢 小财迷立马只能请 收回刚刚要逃跑的话 有钱我一定会好好帮忙的片刻后 几人就踏上了路程 不愿浪费光阴的连在马车里 默默秀着答应南宫儿香 可秀了几坨不知名物种后 连终于支撑不住 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晕马车 本来就虚弱的身体 这样更是要命 迷迷糊糊间就看到爹爹 担忧温柔的眉眼 此时的连仿佛身处于梦中 头上传输内力带来的丝丝暖意 还有爹爹轻柔的声音 不必在意 睡一会 不知不觉就沉沉睡去 再次醒来已过去好几天 自己也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步 可掌心传来的温暖还在继续 原来爹爹一直陪在他身边 片刻不屑地为他用内力调理身体 瞬间一股热意忍上眼光 见女儿醒 父亲也是温柔一笑 即使单天静悔学不了武功 天才爹爹也依旧温柔照顾 怕女儿累着还准备把饭送上来吃 没想到连静要求下去吃 面对女儿的坚定 还是抱着连一起下楼用餐 因为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父亲依旧为女儿点了粥 连装起小可怜撒娇 我想吃包子 已经喝了好几天的粥了 期待的小模样让爹爹忍不住吐息 点了一桌子连爱吃的菜 一向腼腆的连这次十分胜 向电小二炫耀起爹爹的剑术膠袋 成功获得对方好感 提醒就算这样也要小心 最近经常有孩子失踪 而这也是连执意下楼的原因 前世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导致连没能获得万神医的精致 不过这次连一点也不怕 因为爹爹一定会保护我 是不是啊爹爹 面对女儿的夸夸恕 父亲只是傲娇的点点满满父女情 让刚来的男公晚有些失望 但还是一脸严肃补充 已经有四十个孩子失踪了 见爹爹眉头紧重 连没有意外 前世父亲就因这件事苦莽许久 万神医神出鬼没 为了追赶万神医的脚 他们必须立即起程 不料刚好碰上了孩子失踪的事情 父亲这样善良的性格 怎可能视而不见 男公晚知道好友的性格 想让他担心 但下楼就是为了了解情况 只能装作幼稚孩童卖门 我一个人待着会害怕的 吓得男公晚刚喝尽口的茶都添出 你刚刚不是还说不怕的吗 脸只能摇晃着男公晚的肩膀 继续撒娇 那是因为父亲和叔叔在午才不怕 这是一个身背长腔的人突然出现 联系的这个人 正是十大世家之一的岳家次子重海 他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能见到一刚 激怒的一蹦三尺高 没想到还有个如此可爱的女 爱不是守抚摸女孩头 喋喋不休问东问西 男公晚吃醋的一把打开男人的手 谁知重海哪胡不开提哪 您都不告诉我还有个那么大的女 结婚都不通知我 瞬间让气氛冷场 重海还看来看去不知道说错了什么 无奈的男公晚只能转移话题 你怎么在这里 原来武林派了他们这些后起之秀 来寻找失踪的海 他们团体一共有四人 不像前辈武功高强能单独行动 一路上嘴巴都不停息 说着又想起什么 急忙打了个招呼就好 回来手里就多了串堂鼓 小义浓浓送给您 家中有六个弟弟妹妹的他最会照顾行 连看着两辈子都没吃过的东西 小心翼翼 一口咬上酸酸甜甜的滋味 就让他幸福上了天 开心地和爹爹分析 父亲你也尝尝 男人乖乖听话 轻轻咬上女儿地上的糖葫芦 太过甜腻的味道不禁咒误 但还是唯心地夸得好吃 其乐融融的模样使出王黑了你 只能将脾气发在醉魁祸手上 那我跟那五碗饭都没吃 糖葫芦也没我的份 吓得仲海急忙赶去不救 幼稚模样看得爹爹无语 连知道南宫碗是羡慕 连忙伸出自己的糖葫芦 叔叔 你也尝尝 南宫碗张口一大颗草莓就进了酒 等院主拿着糖葫芦兴奋跑路 已经得偿所愿的南宫碗已经不在乎 我不吃了你自己是吗 看着两人幼稚的模样 连不禁笑了几个 意外穿越成武林世家的千金 他却半珠吃虎隐藏实力 几人跟着仲海来到影坪门 所有武林后几只秀都进了 两位偶像竟出现在他们面前 由于门主身体不适 暂时只有副门主带为管理 不料却误以为二人前来相助 激动讲解起孩童失踪案件 原来最开始只是小乞丐一个的消失 逐渐发现有人家的孩子也消失了 直到大家纷纷报案 才发现失踪的人竟然已经超过50 导致人心惶惶都不让孩子出门 两人也意识到问题非常严峻 其他调查成员接连回来 几人都一一介绍了自己身份 见到两位厉害的前辈都两眼放光 能和前辈们合作是他们的灵性 连知道被误会的爹爹心理其实很纠结 邦还是不报 男公晚却直接断掉好友故意 我们只是偶然路过这里 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 爱女心切的爹爹只能为新父母 我们这就要走了 我女儿的病情不太理想 无法在此当个太久 与前世一样的结果让人无奈 爹爹依旧为她违背了心理 小辈们也表示理解 而且这本就是他们的任务 对于父母而言 我没关系 解决完这件事再走 连知道如果他们这一介绍 这些后辈都会有性命之忧 而同失踪案已经不是简单的案件 而是魔头所谓的杀人事件 听说父亲从不对弱者视而不见 我一直以您为保险 想成为您这样的人 但如果着急为我治病 而对有难之人置之过 那我今后没法再说 想成为像您这样的人 这些都是为了让爹爹不自责找的借骨 前世虽然最后找到了万神医 却被拒绝了救治 这让爹爹本就自责的心更加难 连不想让爹爹后悔 女儿与爹爹的双向奔赴 知道前世爹爹后悔的样子 连不忍在看他那样难过 父亲未有这样懂事善良的女儿骄傲 这给一旁的男公晚气坏了 你们父女俩别后悔 说完便无奈摔门走了 晚上连被外面的嘈杂声吵醒 出门发现外面灯火通明 正想问父亲发生了何事 就听到前面两个人哭着说北川死 连不可置信的更大双骨 前世虽然也有这件事 但爆发并没有这么多 难道是因为父亲和叔叔留了想 想到什么的连突然询问男公叔叔去哪 而这边的几人还在查看北川死人连移 竟发现没有打过红击 对方却从正面被一击毙 惊艳丰富的男公晚 猜出他是被熟人所杀 对方特殊的伤口也让他觉得分外熟悉 而且习武之人不可能别人都杀到眼睛 都没有任何反击 众海也去周围查看没有任何可能 结合总总情况大家瞬间明白 凶手也承大家愣神猛地跳起攻击 面对突然背叛的副门主 男公晚竭力抵挡 刚想帮忙的二人也发现不对劲 他们竟然内力全无了 就连男公晚也中毒 看到几人都已不发 副门主大笑起来 解释来的路上他将要下在了水门中 说完便准备与几人活动 却被唯一仅剩内力的唐小龙阻止 因唐门擅长用语 怕对方发现便没朝他下场 对方运气也好 没被一击杀死 周围人看到也焦急助攻 谁料飞雕全被副门主 其他同伴也发动攻击 怎料男人一招就将两人打倒后 生死不知 男人又飞快地朝南宫晚这边宫晚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白光从身后飞来 速度之快引得周围掀起一阵大风 而来人正是一袭白衣的天才爹爹 穿成废材千斤 却有个令武林闻风丧等的爹爹 关键时刻爹爹穿着一身白衣感到 对他的道乱 副门主恼怒又吃惊 你怎么会来这里 可这才是爹爹想问的 那张脸都被他一分为二的 为何还顽强活了下来 南宫晚这才反应过来 这人竟是千鬼鸟 难怪尸体上的伤口 他看着那么眼熟 见被人识破 他也不再伪装一把撕下面去 一个肌肉刀发脸大叔出现 十年前他就是绑架孩童的魔头 武功十分高强 擅长山林作战 以前就因杀人而恶名昭彰 众人束手无策 十年前爹爹就将魔头打得重伤而逃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 受那么重伤的人还没活下来 爹爹谨慎吩咐唐小龙先为南宫晚景 他会独自和魔头战斗转移住 大胆举动让魔头被修辱 竟然就在他的面前大声立命 怎料他使出浑身解数每一招都被倒下 并分心引诱着对方向其他方向请进 如此轻松的战斗一旁 看着的人都震惊 擅长山林作战的千鬼鸟也发现不住 转身就朝密林跑去 想变成有利自己的地形 丝毫不惧的爹爹顺势跟了上去 众人这才有喘息之机 一下放松了众海也忍不住空咨询 他们所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密声 幸好有前辈的及时救援 这边跟着进入密林的爹爹 却不见魔头的踪入 对方则躲在树顶上叙事待罚 不料就算他神出轨 爹爹也能准确快速抵倒 见九宫不下 魔头开始说起了闲话 试图转移爹爹的注意力 我最近听说了一件趣事 你女儿身体不好 其实是因为她试了丹田净腿的废物 听此 爹爹没有光乱 只是下手更走 一击过后对方身影再次消失 却从四面八方都传来她的笑声 武林世家竟然出了个废话 天才爹爹首次展现武力 就震惊了所有人 面对魔头的高处体性 爹爹也丝毫不惧 闭眼定位摒弃干扰声音 成功挡下魔头的攻击 眼见偷袭不成 魔头又开启嘴炮攻击 你的女儿能在这江湖中活几天呢 而这正是爹爹的担忧心病 剑气瞬间一致 老魔头立马抓住机会冲杀而去 去死吧 凌厉的手掌划成剑气 划过爹爹脖口 随之蜂涌的鲜血染红了草壁 却在下一秒猛然察觉了危机 快速侧头躲过南宫丸的袭击 后方爹爹的长剑也冲到进行 反应之快的老魔头立马扭伸躲开 毕命一击 却依旧身受重伤 见识不对的他立马跃起开始偏 以他的情况无法对付两个 同样受伤的爹爹只能嘱咐 南宫丸前去追击 但逃跑的老魔头却十分疑 白礼一刚为何会救援得如此即逝 而未卜先知的功臣莲 却被荡成仙女般崇拜 男人振振有词 夸讲她是神女的母人 使连尴尬又无奈 原来熟知剧情的她 察觉南宫丸一行人有危险 只能谎称在梦中看见了魏妮 撒泼打滚让爹爹去救人 虽那幼稚举动仍让她脸皮发疼 但也庆幸自己那么做 才能救下周围这些活生生的人 正好这事有人传信爹爹魂 白衣飘飘的男人虽缠绕绷带 可依旧挡不住满身仙气 剑抱着木合的女儿朝自己冲来 急忙一巴掌抵住对方不让近身 毕竟她身上现在脏兮兮的 而另一边追击的男公 也成功找到魔头的大脸 听刺脸有些难过 那些孩子应该都不在乎 怎料下一秒却听到意料之外的 有幸存者 当看到爹爹带进来的孩子时 心不由自主开始砰砰直跳 手中还拿着重海给她买个小零食 大方地与男孩分析 谁知男孩只是沉默的一言不妨 连见状只好亲自递到她的手上 可看着她是心里总有一样的问题 就像第一次看到父亲的伤口 脖子痒痒了 当得知男孩叫耶律时 猛然想起 他就是书中的大方孩 现在应该待在恶人谷才对 怎么现在就出现了 连躲在门后 偷偷听着大家对他的安排 那孩子受了许多伤也不总说过 没想到下一秒偷听的连就被发现 只好表现得天真无邪走出 我想去看看父亲带回来的那个孩 这样子看起来就是想找同龄孩子玩的孩 于是两人便到一旁商量是否能让林进去 最后还是妥协于可爱的人 如果那孩子不愿意就不要大话了知道吗 连乖巧答应 按着砰砰直跳的心脏进入了房间 为了不让前世的事情再度发生 他必须搞清楚耶律为何出现在这里 但看清人时还是不由心惊胆战 上辈子就是死于他身 明明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刚刚没认出 连局促地站在门口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想到男孩直接伸手向花 瞬间花朵便凋零了 这是一种吸取其他生命力转成自身内功的邪恶武功 连快步上前让他别再使用这种武功 如果被正派人发现他会被直接送往五名门 好在爹爹是知晓这件事的 此时男孩却发出疑问 你不是来杀我的吗 病若废材的小女孩 第一次见到男主就被迫灵魂讨论 看着眼前这个一脸认真询问的男孩 原来这一切都是魔头干的好事 怪不得前世叶律对他有同样的直面 只因为他是爹爹的女孩 而魔头最恨的也是爹爹 这时寻生而来的爹爹也找到了门头 我明明和沈副官说过谁也不能放进来 突然眼神聚焦到了桌上铺尾 发了眉头紧皱 如果刚刚看到的不是我的女孩 你早就被他们带走了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如果你想主动赎罪我也不会来这 随后爹爹将连报回了房间 商量着他想将那个孩子带在身边 如果他不再使用魔功想给他的机会 爹爹也同年说了许多这样做的分析 这件事本就因我而起我该复作 几天后经过艰难险体 他们终于找到万神医所在的村庄 而一切并不容易 村庄里早已空无一人 只有几具有刺伤的尸体 根据人数算还少一个大任何孩子 为了确保万神医还活着 连体一自己在周围转转 走了一段路径 发现叶绿一直跟在身后 连想起万神医身边有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小孩 山体滑坡时那孩子就躲在附近 突然叶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你是在找这个吗 这树根中有个缝隙 果然两人在树洞中发现一个孩子 看起来已经发烧好几天 但附近的村庄都没有医生 这时连想起刚刚有座房子里有没烧进的草 兴致勃勃地便要去寻找 许久后抱着一包草药 发现叶绿竟然在照顾孩子 连回来看到这一幕很是震惊 不过父亲不在的时候 还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叶绿 毕竟是前世从杀死自己的 叶绿却意外说起了他的母亲 因为经常生病都是由他一个人照顾 连很意外叶绿竟然有母亲 突然意识到这样说不对 只好尴尬地解释因为自己没有母亲 在祭祀之前就不在了 没想到叶绿竟然安慰他还有父亲 也许不受魔头的影响 叶绿会是个善良的人 这时一旁的小孩睁开了眼睛 刚想解释现在的情人 不料被孩子一把抓住了时 嘴巴一张一合的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连耐心地安慰着孩子不要着急 可突然天空传来巨星 整个山谷都开始震动 几人立刻意识到是山崩了开始逃离 可最后一刻只来得及推开前面的人 再次睁开眼 发现自己在一个封闭的山洞之中 全身上下还隐隐作痛 本来以为已经快要找到万神医了 没想到关键时刻又碰到了山崩 连不禁想是不是老天爷都不让他治愣 突然发现自己说的话有回应 似乎里面还有一个人造的洞穴 沿着路直走看到了光 打开发现竟然是药材仓库 而且都是上好的内工药材 虽然想把这些都带给父亲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逃离症 就在连绝望时听到了哒哒的声音 是父亲来找我了吗 连寻着声音在房间里寻找 发现声音来自于柜子 找到机关打开后却傻眼了 里面赫然坐着一个人 穿越成丹田净毁的废材少女 本以为终于可以得到治疗 却突发山体滑坡被困山洞 连看到眼前这一幕已经吓唤 猛然发现这人的手指还在动 是活着的人 连小心地询问里面的人还好 随即慌张地起来想找要来治疗 却听到身后的人说没必要 不仅如此他还准确地说出了连的名字 这让连更加震惊 男人看着连果然是个丹田净毁的女 上面还好吗 村子里怎么样 连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 上面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然而男人也已经猜得七七八八 但那个小孩还活着 是男人没想到的 但他不相信作为连的父亲 为何会丢下女儿去救别的孩子 连淡淡地解释 那并不是父亲不想做 是我将那个孩子推了过去 如果我不这么做 父亲会因为保护了我 失去救另外两个孩子的机会 他一直都是正直善良的人 我不能让他做艰难的选择 这时男人突然剧烈地咳嗽起 连慌张地呼唤着男人 却被男人突然按住了肩膀 听说你想治疗丹田 我没有时间了 剩下的就靠你的意志 几天过后外面的人还在不断拉脚 但都放弃了连还活着的心 就看到叶绿背着个人从远处走 走近看竟然是走失已久 就这样被困煽动的连终于被救了 眼睛也因长久的黑暗不能见光 但连知道并不是这个原因 从内自之后 他就具有两个视野 能看见人身体里的光 而且一睁开眼就会不自觉地流眼 这给身旁的人都吓唤了 脑补了一段被困煽动几个人 出来眼睛还是不好的心路历程 一直都是废材的小女孩 终于在煽动继承了万神医的能力 被救出来后就即刻前往南宫家 自从爹爹亲眼看到山崩后 便回百里家请求支援 叶绿被留在了这里 他没想到自己也会是被选择的一名 女孩为了保护自己 而坠入山谷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他不懂自己为何值得他拼命去救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可男孩的神情依旧十分暗淡 说着可我的生命并不珍贵 那理所当然的勇气 好像在讲述一个平淡的事实 连让男孩靠近些 随即给了他一下 叶绿带着疑问弹出去好语 连严肃地看着他 我没有想因为救了你的妖宫 以后不要再在一个死而复生的人面前说这种 听起来真让人恐怕 叶绿只能委屈地摸着他 连也没想到叶绿为何会有这种想法 抱着双手假装生气 这和记忆中的那个叶绿相差太多了 突然被外面的嘈杂吸引了注意力 出去看发现是和万神医一起的那个 看到连就准备飞奔过来 结果被侍卫拦住 连看到可怜的孩子还是不忍心 放任他跑过来抱住自己 没想到这一抱就是好几分钟 连决定和孩子好好聊聊 虽然不知道他为何来找自己 但他有权利知道万神医去世的消息 可面对哭泣的孩子连又不知怎么安慰 只能给他足够之后生活的情 随后就想告别 却又被拉住了袖子 连也被他的举动吓得不知损损 这是一直在背后默默看着的叶 出来阻止了男孩 你差点就害他摔倒了 一直都是废材的小女孩 好不容易觉醒了神秘力量 却还是连一个孩子都保护不了 面对想和自己回去的孩子 最后还是只能丢下他 在硕大的五名世家 连他这个大小节都难以生存 何况是在保护一个没有能力的孩子 他不想对任何人负责 连也将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告诉了叶人 在家里连一只鸟都保护不住 虽然现在看来南宫世家的人对我很好 可回到百里世家会有很大的步骤 另一边百里家 爹爹看着一汪池水渐渐伤 想起之前和连在一起看水里的女儿 女儿说着李渔也有不同的性命 可这个家根本没人在 就像连即使现在生死不知 大家议论的也是为什么要去那么容易 真正关心连的人家里一个洞内 爹爹也进了自己最大的洞 这时侍卫小跑着过来 南宫家来人了 说小姐已经找到 爹爹瞬间激动的说不出话 与此同时 连也到达了南宫家 南宫婉激动的把连抱起 又意识到连的眼睛是怎么 比着手让连认识几 连逗着南宫婉说是似的 随后又跟黑着脸的叔叔道歉 面对突然找回来的女儿 南宫婉放在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了 马车上连讲述了在山洞逃出来的经历 还拿出了在万神医处药洞拿来的担药 南宫婉疑惑地拿过药品 连微笑地看着叔叔的反 这难道是 这么名贵的药万神医竟然有两名 南宫婉听到这瓶事给叔叔的更是惊喜万能 武林人都想要的东西都能轻易放弃 南宫婉也没想到连进如此大气 舟车劳顿后几人终于到达南宫府 连也期待着见到这个世界的男主 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把大反派带来 不知道在这里待一个月会不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刚下马车就见到了南宫叔叔的夫人 那么男主现在肯定也在 一般他都待在外祖家 南宫婉火急火燎就要去教训人家 都忘了旁边还有一个小朋友 小女孩介绍着自己是西乡门的夏宇 连实在没想到女主竟然也在这里 看来剧情和前世比改变了不少 本部应该现在出现的人竟然都在 而且最关键的南宫家的家主竟然也在 叶绿的事情能瞒过南宫婉却瞒不过老 思考着突然听见外面传来惨叫声 出来一看叶绿竟抓着夏琳的手 两人似乎还在争吵 连赶紧喊住了两人 叶绿解释着夏琳刚刚一直趴在窗户上偷看 连刚想和女主打声招呼 谁知他猛地朝叶绿踹了一劲 就飞快地跑走 只能告诫叶绿下次不要这样 他是练剑的人不能伤了手腕 他可是西乡门主的女 叶绿似懂非懂的样子 这时两人都被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体 速度之快两人都察觉不到 而且他丹田的光运是连目前见过最大 男人静止走过来看着叶绿 你这孩子问题很大 面对男人突如其来的攻击连也慌了事 连忙想要赶出来阻碍 不料却被男人定了事 他能看清男人的所有动作 奇怪的是身体却怎么也动过人